那么我们说佛今天无论在家出家 最大的障碍是在家 无过于明文立养 这个东西围绕着我们 你还能有出息吗 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 原因在此 所以我常常劝勉我们同修 你要想真正其辱 佛菩萨的境界 头一条要把自私自利削掉 你就入门了 你们不肯使 不肯使你们这一生生活过得很幸福 如果你真正肯使 你这一生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非常自在 非常快乐 我舍你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你没有肯放下吧 你放下你就相信了 这个东西 烦恼罪业的根源 自私自利 这一条不放下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谈 怎么修都很有信 都是属于相思法 绝对不是真实法 谁调自私自利 你修的是真实法 你得到的是真实利 这个道理 不能不同 我们讲经 常常挂在口上 不应重复 现在有些人提议 说我讲经重复地方太多了 要把它精简 我听到我也点头 是好事情 但是 金简错了 为什么呢 哪一个众生听一遍就能回头啊 所以释迦摩尼佛很啰嗦啊 你看大藏经 一句话 不晓得重复几千遍几万遍 重要的话 他为什么这么啰嗦呢 你回不了头嘛 你要真理一遍回头了 海那佛就自在了 后面啰嗦了 绝对不会啰嗦 你回不了头啊 回不了头就天天劝 天天重复啊 这才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说这个根呢 自私自利 明文理呀 叹嗔痴慢 外面的五欲六成 你能把这四句 十六个字 你真的看清楚了 搞通了 真的放下了 你就得大自在 然后你才知道 佛法不深 佛法不难啊 佛法显得那么深 显得那么难 就是这十六个字 把你张开出了 那么再说个真实的话 那么再说个真实的话 凡夫 有自私自利 有明文理养 有贪嗔痴慢 有无欲六成 凡夫啊 六道凡夫啊 佛菩萨完全没有 生活在这个世间 随于自在 随于自在 随于决定不忍住 圣经 善云 绝不生 贪恋之心 逆经 不云 绝不生 丝毫烦恼 没有怨恨 不平之心 不管是什么境界 物质环境 人色环境 永远保持 真诚 清净 平整 这就是佛菩萨 凡夫 哪有不能成佛的 成佛需要多少时间 一念之间呢 你转过来 凡夫就成佛了 转不过来 那还是做凡夫啊 所以世尊千言万语 讲了四十九年 你哪一天回头了 佛就不说 你自己也得大欢喜 得大自在 所以我们常常要存心 努力别人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帮助人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要有善巧方便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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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阿尼陀佛